作为前沿科技 人脸识别技术 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安防 支付转账等领域 然而去年以来 国内外抵制人脸识别的现象愈发突出 由于资讯泄露风险大 安全性漏洞 难消除等问题 人脸识别的落地应用正面临重重阻力 今年初 福州市苍山区某社区部分居民 对人脸识别门禁提出异议 最大担心是个人隐私泄露 人脸生物资讯 同时捆绑了身份证 家庭住址等 一旦商业公司保管不善 后果不堪设想 今年以来 北京、江苏等地均出现 业主联合抵制 社区人脸识别门禁的现象 近年来 人脸识别被广泛应用于社区门禁 支付转账、实名登记、线索解密 公司考勤等场景 部分地区 甚至连垃圾桶和测纸供应机 都需要使用人脸验证 然而 人脸识别也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 去年 近南一名购房者 违避免被人脸识别 系统判定为熟客导致多花钱 甚至无奈 戴上头盔为防 为防止人脸资讯泄露 多地均已出现 类似墨镜遮面 口罩挡脸的场景 北京不少商场 都装有人脸识别系统 并对顾客进行刷脸 跟踪记录 消费轨迹 但没一家商场 告知顾客并征得同意 一些小型商业公司 甚至会将人脸资讯 以0.5元一份的价格 主动出售 专家指出 不同于密码等资讯 人脸属于 个人生物资讯 无法更改 一旦泄露 将对个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造成极大的危害